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八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三 中午这节11点49分的节目 恒生指数今早反弹 也算是有个好一点的 好一点的,因为始终每天跌 甚至每天一千跌 究竟今天弹得多不多,有没有一个好笑头 还是怎样呢,我稍后再说 我都要轻轻说过去两天的看法 不是说我适合什么,不是我说有多叻 绝对不是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在过去两天的心路历程 我只是觉得在这么低的位置里头去沽夜 真的不是一个理想的做法 甚至乎一直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 又急又快又大幅度的下跌 还要连日下跌 而导致自己有过分的恐慌情绪 因为情绪是客观的 情绪是主观的 指标才是客观的 我怎样去客观的量度 但是有些指标当你看着的时候 你有可能帮到自己去客观地分析市况 包括我跟大家说 恒生指数昨天下跌到15 14天的RSI下跌到15 这绝对不是一个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是过去海啸甚至乎疫情底部等等 都未曾出现过的 一个这么超卖的行情 坐底反弹 反弹是怎样反弹呢 那我第二句说法就说 恒生指数在一... 确实少之又少 而是根据过去的经历 包括那些叫做... 上年一月那些Cavin Wood那些股 包括海啸等等 其实一个月要下跌4,800 是有出现过的 不过已经是非常少 第二就是说 那个月是跌过4,800 但是都不会收4,800 最多是收两三千而已 换言之呢 通常那个月已经急不及待地 是在后期... 不知道啦 因为已经很难... 我没有办法去特意追索回当个月 是...是怎样... 头10日跌 还是头20日跌 还是到最后才升 不... 不可以考究了 但是... 昨天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就算怎样跌过一个月呢... 都不用以-4,000多来收的 而是可能-2,000-3,000 换言之原来月中都不会开始反弹的了 过后那个月是否反弹呢... 就... 视乎啦 上年的7月呢 过后那个月呢 就不反弹的 但是呢 当月呢 都是收责的 那这些是一些参考 这些就是客观的 情绪恐慌就是悲观的 那大家自己去... 有时要得到一些人去... 够冷静 我不会认自己聪明 但是我会认我冷静过你们全部人 那所以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责任就交给我 就去... 在你最恐慌的时候 去提醒给大家听 哦...原来是这样的... OK? 好了 那你说恒生指数今天反弹又捉不捉? 你譬如好像昨天 半日成交 其实已经是千四千五亿的了 今天呢 现在呢 半日成交才可能不得过千一二的渣 好像呢 又是... 是不是要挑剔? 跌市大成交 升市小成交这些啊 那... 当然... 到... 那这些又是客观的 难道我说千一比千四吗? 又不会了 但是情况是在于 又... 尽管看起来北水 那南下的正买入情况 就二十五亿 咦? 又小过昨天 当然 无论有没有这些指标都好 你问我今天可不可以 红心壮制定去入市 肯定见到底 有没有这些指标 我都不会这么大胆 跌了跌成千 升了升四百 我怎样敢说 喂!今天要全入市 但问题是在于 我们不是要讲求一天要弹什么 我们呢 就算真是去捞底分阶段去做 都挺摸着石头过河的 所以呢 我又不是很苛求他今天要弹一千 吃回昨天的福 不用 日线图当然其实只有一粒星 开市和收市 暂时都是四百点左右 我尝试去看小时图 有没有 小时图完全都是均线空头的 唯一是站到一条十小时线 但是之前也站到 上个星期尾 然后再看分钟图 之前也有黄金交叉 现在也是有黄金交叉 之前的黄金交叉还会碰黑色 现在的黄金交叉还没碰黑色 所以当然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点数 看点数都知道不够了 那我又 会告诉你 原来我用指标这些客观的来说 其实今天的弹幅都不够了 我尝试让所有东西都很科学化 你们会用自己心里面把尺去认为 之前需要多恐慌 我用指标来去鉴定 究竟多恐慌 需不需要恐慌 你会用心里面把尺觉得今天的弹得不是很够 最好弹2000天 但是我都是用科学的 例句去告诉你 是的 真的不是很够 最好多一点 所以我心目中 如果你譬如用这幅图来说 既然上次碰黑色线 现在碰黑色线又如何 19,100 所以似乎我认为 无论是昨天 早上的时候 昨天开始是185 18,500地路 然后下午当然再串地路 18,500的时候 我和大家说 18,500 加上去又是191 其实现在都是191 某程度就是昨天的高位 所以呢 我今天做不到事的 暂时 不知道的 你昨天上周跌几百 下午都跌成千 那现在上周升几百 那管下周可能是升成千的 真的不知道的嘛 所以我都要说定预告片给大家听 先说一下 就是因为下周我做AA stock 就是下周如果不用升成千的 如果多升两个三个 去到191 楼上 整件事我会认为可以信靠 那可能会加码去部署 那些行指 但记住一下 所有所说的加码是一柱一柱来的 我不敢说得好 说 见底 一柱一柱 一定不会从我的口去说出来 那所以大家就 照去拿着先 拿着先 不用太过 太过去 急 整件事的 是跌得很急 亦都很伤 但是我们不需要要求 你不一天弹一千给我 我走 今天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会觉得 涂生门 然后就会觉得 你弹得这么小的 刚才还试过弹百多点 你记不记得 就是若莫十一点钟 那些十点尾的位置 是试过收窄到一百 我如果没有记错 一百八十几点 那你可能会就说 今早六百点的时候 又不找涂生门医关 但是 你分清楚 你究竟 你捞底是为何 你捞底是为一天的话 其实我今早在WhatsApp 我都有准确地告诉大家 我五六百点 那时升幅的时候 我说 如果隔一天半日拖 牛那些可以走 但是如果学我用7200 以防灵 用等等其他比较安全温和的工具来说 我不是目标这些的 我也都不是要目标多高多高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 19,700 甚至乎轻轻超过2万 暂时是当这么多 如果是我的话 那我目标这些 我就不会这么快去说 一旦就走 涂生门 就不会这样 那我讲解了 我对于恒生指数的看法 一看下去整家房里面 当然 最低的时候最急的东西 弹的时候最急的这些 就很紧的 你好像京东升13 腾讯美团升7 这些就很紧的了 但是 情况就在于 大家就看看 究竟你的心水是哪一些 当然回头我都会去补充的 好了 我们先去到广告 恒生指数半日升460点 18,875点 乘加1,115亿 去到广告回答问题 好了 回到节目的时间 开始看看大家的问题 大家都有些就说想买的 似乎都是想买的多 又没有人说很害怕等等 我觉得 我又不会完全当大家是反向指标 你放心 因为这里只是一小 市场的一小撮人 其实代表不了什么 2,800凝负 7,200两倍 那些可以上网到多少点 刚才就说了 我暂时当着19,700至20,000点之间的水平 你说现在可不可以买 等于问我其实我今天可能有没有领军 好像刚才所说的 当然我的目标 好像设定 都不算很远 19,700 200,000点 但你又要说要站稳19,100才买 即是跌六百点 跌九百点 很少 不是说理想多少就有多少 但是又要回头 又不是说你越低买就越好 因为你要拿的是把握和安全性 因为你始终的钱 所以我多老土 我只可以告诉你 站稳191才再加 买我就买了 很多人都知道 上个星期五我买了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要再加的话 我要站稳19,100才加 但是暂时看就看 19,700至20,000 当然到时再得再说 你说16,500加不加好 其实16,500当然这两天都很受虑 市场 下来这些横行区 那你问我加不加 那我就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会 我会好自己集中在那个 那个导货部署方面 在一个行指那里 因为我选不了个股 我自问真的选不了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很信涂标的人 眼下有什么股份的涂标是漂亮的呢 99个百分点不漂亮 当然一定有例外的 就是那1个百分点 但是这个情况是在于 那既然图是不漂亮的话 我会很少跟大家讲 以一个个股的部署来 去针对性的 譬如好像 游柱行老实 我对他的基本因素信心 当然是在 但是如果看着那些图 这些都不是我平时很习惯 要去推的一些图表 当然经过了这三天的固压 一路至四天打前的那些 其实他全部都还是漂亮的 那你说现在就很肉酸 那我比很多人漂亮的 你那些空头排列的那些你都没说 那我这些最多是死亡交叉 大陆到横行区 那我会说如果没有货你买 我普通 有货你想加 我都普通 原因不是在于 我对这只股股已经没有信心 不是 而是在于 这幅图 又未至于 说真是很急需要买 起码譬如好像 今天的市场有得升 他都仍然跌一格 虽然不多 但是 即是是 立刻要博也不是博这些 322今天急跌 14.1号6有货 老实 其实你都虽然买得低 但是你买的时候 其实跌浪已经开展了 那为什么再买呢 所以 当然啦 我会觉得是要止蝕为上的 1910买得没 一些和旅行相关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现在 究竟全球疫情 尤其是内地现在都这么肯说 昨天有五千宗 前天有三千宗 喂 即是不是这样 即是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内地有 有时他都不讲给你听 他肯告诉你有五千 可能已经五万了 大佬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那么你这么快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五千宗 还是渣打好一点 今晚是意识的 我仍然相信 只有几百分百 联署局 这条鲍威尔只是加二十五点字 那其实这样的情况 其实不是很利好到什么汇控渣打 那当然二选一我选汇控 但是我会严重打个question mark 买来做什么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拼得 好像一二月 这样的一个 升幅在 因为 那时是在炒 五十个点子 现在只有二十五点子 即是收得皮 敏华 一九九九 七九九有货 上网 多少可走 喂 你现在 我暂时看到三线空头 那我都没计算一百天线 和二百五十天线 我普通 你可能买错了 三九六八是否已经穿大底 是的 而且军线也有些死亡交叉 那不是那么英俊 已经穿大底之前 要 Graceman要指赞 如果是指赞的话 我又赞同 指赞的话 当然就问 究竟你想持有多久 二百零九 和二三八零两只 都是我要找数的股份来的 因为之前都说过 给大家听 都是 我的选择 你问我 二百零九 Touchwood 我 觉得 安全 我觉得安全 就是Touchwood了先 不敢太大口气 问题是在于 因为它分散 因为它分散在不同的股份里 如果今天看 它的Touchwood股份 今天就升跌三半 长江电力 就是600900 中国核电 601985 那些都是涨两三个百分点 但是同一时间又有些 好像阳光电源 300274 光威福财 300699 这些 跌三至六个百分点 所以今天是忠忠挺挺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新能源的板块 是要布置 当事件跌到残 如果有货的话 我建议忍住 2380 这个最具争议性 有些朋友就说 之前 走了 行了 走了就好了 你又叫我进入 搞到 坐了艇 你问我 当然 过去三天的跌幅 就非常不理想 最好就是三天升幅 但是 市 其实现在 arround 三个五号六 这些位置 你自己看 还是 披住了 二月份的低位 还是披住了 这两个月的横行区 还有 十月十一月的横行区 所以 大家信不信就自己来 我就信的 当然你可以觉得我是不是 为了撑而撑 不肯止蝕 首先我第一 黄道我觉得 就是我不会在大市跌到这么超卖的时候 去止蝕任何股 尤其是一些 好股 当然什么叫好股 什么叫不好股 ATM就是 ATM 当然 我连ATM我都觉得不应该昨天走 但是 ATM就应该真是有弹就走 这些股份我不仅仅觉得有弹就走 我真心期望它又再上四元几五元 我有信心 加不加呢 那我又回答你了 我刚才也说的 九十九个百分点股份都是不靓图的时候 我又很少在一个不靓的图里头跟你说加的 或者买的 但是有就继续 加五好还是九九八八好 虽然两只都我觉得都不理想 但是绝对不会是九九八八 千万不要觉得这些股会见底 然后加五好不好 刚才就说的 声音呢 没有声音加什么 151是否继续去整顾呢 我觉得你留意下 一条黑色的五十天线 过去一直没有穿过 现在穿了 今天都是受制 这些是要小心的事情 九四一现在可不可以进入 那又是一句 它的基本因素在不在 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讨论的焦点 我们讨论的焦点就是 这幅图有什么那么好进入呢 如果有货的话 有什么那么好混 是不是 这幅图 是不是 没有的了 没有其他补充的了 很多股份我都是这样回答的 你将会录下它之后 就是录音机这样去播就行了 7500 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去 始终的大小都在这里 我不敢因为升四百六十点 就会觉得 现在 现在是时候要 要做好 我不会这样 因为 像刚才所说的 我都觉得 但找191才说 或者你都可以参考 如果 指数 站在191的时候 你才只赚 还要是 部分只赚 不是全部 这样 好了 跟着有位朋友就说 700现在进入可不可以 以上所有都不可以 不可以 308点 看 然后1299 怎么看 308 那么 现在的情况 就是 暂时来说 我觉得 是站稳了6天 这是其中一个 可以考虑的 选择来的 因为 RSI背驰 如果最安全的话 站稳3,4,6 然后再追上去 然后1299 有帮 都是有些背驰 又是站稳7,7,5 会比较 直拨 一只他 又帮 一只 港交 一只 1211 我的 情义结 这些相对 好像 企稳 但是 你也要知道 没有的 所谓的企稳 全部都是叫做冒险 博的 我自己 这样看 少住移情 多住的话 我需要 市 给到很多 信心 才可以 至于 Link Joey 他说 收息 长线三年 什么股好 我都说过 好多次 2号 3号 6号 8号 2号 中电 3号 煤气 其实很差 不过这间不是说日线图 是说月线周线 因为长沙 6号 电能 8号 最棒的就是电讯刑科 接着就是2638 然后是港灯 6823 就是香港电讯 总之你把23 6 8 4个字 所以如果不服务 来 无聊 收息股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还真是 在外面说一句 今天市况 不重要 活动 总比不足 但需要站到19,100才能取得更多信心 但如果今天站不到,也不要太沮喪 覺得逃生門以關,怎樣怎樣怎樣 就算昨天也好,今天也好 其實現在都是屬於非常超賣的便宜水平 我就覺得不需要太多的造淡 或者不需要太多的止蝕好倉部署 什麼逃生門,我覺得暫不適用 不是說ATM,ATM我對於它仍然很無信心 好了,就是這麼多,這節就是這麼多 下週3點45分,Vivian會和大家做節目,拜拜